姚思綺梦 英雄 佳達 劉彤 詞曲 二嶼 佳達 劉彤 詞曲 編曲 三嶼 佳達 劉彤 詞曲 三嶼 佳達 劉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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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嶼 佳達 劉彤 聖 MC 七 七 七 一雄姐妹 平安 平安 剛剛那位師哥說 我不明白 我不知道 有許多的事情我們都很難明白 但是我們因為性 所以我們知道 最近大家都可能都知道 林哥過世的消息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也真的不明白 因為當時我們都覺得他應該 醫生都說還有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 而且甚至龍總的醫生都說 可能開刀都可以醫治 但是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很快的本來他要在他生日 4月23號的時候 要去醫院做進一步的追蹤跟報告 但是就在那個禮拜二的前一個禮拜二 結果他就突然大失血 然後就很快的其實 那個時候他就進入昏迷 因為後來就沒有再醒過 那我們覺得應該他們家人會非常難過 結果他的兒子告訴我 我爸爸其實在昏迷那一天 他就已經被阻接去了 他說我深信他現在已經在主的手裡安息了 更奇妙的是我們接到另外有一個人打電話來 特別打電話來 他說你們不要再為林哥祷告了 說他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要他復原 他說我在祷告當中已經看見 林哥已經躺在耶穌的懷裡了 他說我在異夢中已經看見了 我就深深地感謝神 其實很多事情我們是不知道 但是神的作為超乎我們的想像 因此我也深信 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有上帝的美意 但是林哥有一句名言叫做 往前看模模糊糊 回頭看 清清楚楚 這是他的治理名言 當我們真的看以前的 我們往前看是未知的 在未知的時候我們真的不知道是什麼 上帝也沒有要讓我們知道什麼 但是我們看整個歷史的時候就會知道 原來的手 神的手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 這是我們的喜樂 因為我們知道 神他一定有 他奇妙的作為 還有方式 有時候我們生病了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落在各樣的患難中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早上 接到許哥的消息 我一聽就說 你怎麼也摔了 我說我上禮拜也摔了一次 我也是從椅子上面摔下來 因為我最近那個坐骨神經壓迫 所以我那天 我從大陸一聽到林哥的消息 我就馬上坐飛機就先回來 就回來 當天我就要整理行李 把它放到天花板 結果放完之後我就要下來 腳就失去那個力量 就整個也是坐在地上 然後頭就撞到後面的桌子 不過我大概年輕一點 比較沒有太大的事情 有時候太多的事情 我們不明白 禮拜五 我一個童工 他說他也不明白 因為他說他 他的腳最近也是很不方便 所以就動了一個手術 他的弟弟說他的腳也不方便 也去動了一個手術 換了一個膝關節 就是做骨 他也是這個髖關骨的問題 結果 換了手術之後 就醫生說 他是得了血癌 那他自己是個醫師 所以他瞬間崩潰 然後他的太太也沒有辦法接受 就後來就離開家裡面 然後回到娘家說 她沒有辦法接受 那他們整個家庭裡面就陷在非常痛苦的處境的裡面 那我聽到這個消息 他就說 我就說我願意為你禱告 我說我要去你家裡 為他弟弟禱告 那他弟弟就說 他不信主 他不信主 他們家族只有他一個人信主 所以他弟弟說我不信主 我說但是我說 我有負擔要為你禱告 結果他就說 禮拜五的時候 他就特別就說 必要老闆你來我家裡 他說他來這邊 他太太也回來了 結果陪著他 一起來到宇宙光 我就在這個下午的時刻 我就為他禱告 上帝真的是做奇妙的事情 當我為他禱告的時候 我就說 請你自己也開口對上帝禱告 讓你親自與上帝面對面 我在勸他的時候 他一直不肯不肯不肯 然後就面有難色 後來我就說 沒有關係 你就試試看 結果他禱告 第一句話說什麼呢 他說 全能的上帝 我是大罪人 請你赦免我的罪 拯救我 我是為他一病祷告 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 自己承認是個大罪人 然後求神拯救他的靈魂 拯救他的生命 我看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就更深的明白 緊緊抓住每一個機會 因為每一個機會 都是上帝工作的機會 但是上帝把我們 放在你的其中 在我們不明白的時候 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 今天我們讀的經文是 路加福音15章 我訂的題目叫做 最大的快樂 其實這個孩子很快樂 對不對 我不知道你生命中裡面 你覺得你最大的快樂是什麼 雖然我們都說我們 以神為樂 神就是我們的快樂 我們每天都很喜樂 但是神裡面告訴我們 透過路加福音15章裡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極大的喜樂 在路加福音15章的前面 耶稣講了一個比喻 是講到天國有一個大演習 但是他請了人 就沒有人要來 最後他去街上找了 找了那些別人 都不會想要碰觸的人 但是天國卻演習 為他們預備 這些人就一一進路 之後就講到了 路加福音的15章 這裡面有講到的 幾個快樂 不過我們先從 我們先回到人間 我們從中國來看 答對的 我要送他宇宙王的雜誌 我準備了四本 我準備了四本 有三本是四月號的 有一本是這個月的 不只要送大家 當然也是希望大家 能夠訂宇宙王雜誌 北宋 有一個人叫汪朱的人 他講到人生有四大喜事 四大喜事 每一大喜事 都是五個字 有沒有人知道 舉手的人 就可以拿到我的雜誌 來 捏個 九漢馮甘霖 欸 打 這麼厲害 打一個就好 給別人的機會嘛 好不好 哎呀 太厲害了 九漢馮甘霖 來來來來 好 來 第二個 第二個 來來來 洞芒花主義 洞芒花主義 好 來來來 好 已經兩個了 還有第三個 第三個 來來來 趕快 趕快 第三個 好 第三個 他鄉遇孤之 好 他鄉遇孤之 好 來來來 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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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榜提名 答對了 太厲害了 你們都跟汪朱很熟 來來來來 好 沒錯齁 好 就是這四點 就是九漢馮甘霖 來 謝謝 他鄉遇孤之 洞房花族夜 洞房花族夜 金榜提名石 這是人生的四大樂事 這應該大家都很熟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是誰說的 對 大家都以為是林志平說的 不是 不是 是北宗 第四個 金榜提名石 有金榜提名啊 不是洛寶嗎 是 通明的 以前 記得我國小 有三個李洞良 而且字都一模一樣 我國中 有三個李洞良 到高中 擺脫不了莫业 又是三個李洞良 每次都有人得獎說 報告某某人 李洞良 我是不是我 又不是我 不過到了高中 終於有兩次是我 就稍微可以高興一點 不過每次聽到同名就覺得 還有一種落寞感對不對 得獎的怎麼每次都是 那個李東娘都不是我這個李東娘 不過孟子比較高超一點 他講到人生的有三大樂事 會是什麼呢 孟子大概就比較不熟 只知道這個人 父母聚在 兄弟無故 第二句 還是不熟 養不愧於天 輔不作於人 都聽過了 但是都不知道是他說的 第三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這是孟子所說的 他覺得人生三大快樂的事情 果然是個教育家對不對 有一個人更厲害了 他叫莊子 你知道老莊是講到無為而知 來 我們看看他怎麼說 他用八個字來簡單的介紹 叫做 致樂無樂 致欲無欲 就是人生去追求的那種 你們人是這種熟人 去追求的那種快樂 我超越了 我超越了 我不追求這些東西 這個就是我裡面的最大的快樂 你們追求的那種的榮譽 我都不稀罕 我不以這些 不以這些為我的追求 所以呢 他的樂和慾都是超越性的 不過基督徒不太一樣 基督徒有一種快樂 我們來唸這四個字叫做 與神同樂 什麼叫與神同樂 就是上帝的快樂 就是我的快樂 但是你知道上帝在快樂什麼嗎 你也不知道 只知道上帝應該都是笑臉 每天都用笑臉幫助我 但是你不知道上帝為什麼很快樂 有一種快樂叫與神同樂 大家有聽過有一個機構叫做展望會嗎 有 大家知道那個創始人叫什麼名字嗎 叫做Bob Pierce Bob Pierce在1950年在韓戰的時候 他到了韓國這個地方去宣教 他在這個南北韓戰爭的當中 他看到遍地有許多的孤兒流浪 一些流浪的這些失去家庭的孩子 所以他心裡面非常的沉痛 他那一天就跟上帝禱告 他說上帝啊 求讓你心碎的事情也讓我心碎 上帝讓你心碎的事情也讓我心碎 所以他從那一天起 他帶著這個禱告 就回到了美國 他把這樣子的負擔到處傳遞 最後他就有大量的捐款來到這邊 他就成立了現在我們所熟悉的這個機構展望會 他從北韓的孤兒這些的 去幫助他們建造孤兒院這些收留他們 一直開始就到了許多的國家還有地方 也到了台灣 台灣早期有非常多的這些的 特別是在原住民的當中 有很多的這種把自己的女兒就賣掉了 我聽到一個故事是 他們甚至那個父親因為沒有錢 就把自己的女兒就在家門口 用條繩子四圍用衣服攔起來 就在讓自己的女兒召妓 女兒才幾歲 四歲 這麼小的時候就開始 然後父親就在那個布臉的外面收錢 這種的事情就是讓這個展望會他們 非常的痛心 就開始在很多的山地 或在很多的地方就開始這樣的工作 後來也感動更多的人投入在這個當中 我們到了台東有一個叫加利利的 他們就也是因為這樣的故事 他們就開始也投入在這種的救助的當中 當他這樣投入的時候 他就知道他心裡面有一種喜樂 他知道上帝以這個事情是他的喜悦 不過我們來看這段經文 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 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一段經文 這段經文講了耶穌的連續的三個比喻 這三個比喻都關於失去以及找回的 第一個失去是關於失去羊的比喻 第二個失去是關於失去錢的比喻 第三個失去是關於失去兒子的比喻 在這三個比喻當中我們來看看 在這段經文裡面怎麼一開始來做描述呢 他說眾稅利和罪人都怎麼樣 哀敬耶穌要聽他講道 後面是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預论說 這個人接待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因此耶穌就用比喻 這是這三個比喻的開始 這開始描述的有兩種人 常常在耶穌的講道的時候 除了門徒之外 常常就是有作者都特別把這兩種群眾 特別描述出來 第一種叫做稅利跟罪人 你就知道這兩種人一聽就知道 是不是被大家接受的人呢 都不是 什麼叫稅利 他們古代那個時代裡面 他們這種就是去跟政府標案 跟羅馬政府標案 我是猶太人 但是我去跟政府標案說 我能夠收的稅最高 我能夠收的稅最多 我就得標 得標的人呢 他就是要用各種的手段 你繳不出錢來 我都要把你榨乾 繳出稅來 當你繳出稅來裡面 我就可以獲得我應有的利潤 這種人以色列討不討厭呢 當然不喜歡 他們覺得這種是一種賣國賊 什麼叫罪人呢 這個罪人跟我們的想像不太一樣 不是他因為犯法 這種罪人就是 你如果有一種疾病是無法醫治的 你天生得了這種疾病 他就認為是你祖宗八代 做了什麼 得罪神的事情 所以今天你會得了這種病 所以你就是生來就是罪人 另外一個就是 你從事的行業別 在我們這個所謂的聖結的群體裡面 你們做了這個 有路於我們這個民族的事業 可能今天我們來說 可能就是所謂的八大行業 你可能就 哎呀 這個是不好的行業 這些人不被 不被他們的猶太族群接受 是屬於社會的底層 但是裡面描述很奇妙 這些人都怎麼樣 哀敬耶穌 什麼叫哀敬耶穌 就是非常非常靠近耶穌 我不知道每一次主日聚會的時候 你是比較想哀敬講員 還是要遠離講員 依照我在各個教會講到的經驗來說 我們想親近神的人 都是坐在最後一排開始坐騎的 只有一字特位的時候 就是前面都坐滿的 很奇妙對不對 文士和罪 罪和罪 他們是坐在火熱排 他們最靠近耶穌 為什麼 所以裡面用了這個字叫做 要聽他講道 表達了他們生命中有一種可慕的光景 因為這些人不被人接受 但這些人他們渴望 因為他們聽見耶穌太多的事蹟 他親近罪人 他親近那些被社會底層 這個所有人不接受的這群人 但是耶穌觸摸他們 醫治他們 帶領他們 文士和法利塞人 就是所謂的傳道人 或者就是特別強調遵守律法的 或者是文士解經的人 就是可能是主日學老師 可能是這樣子的人 可能是在眾人面前 看來他對聖經是最熟悉的 他在群體裡面是掌握最高權柄的 這種的 宗教權力的人 這些人很奇妙 聖經裡面每次講到這兩種人 就會出現後面這四個字 叫做思想議論 或者叫做心理議論 如果你想到那個用頭髮眼淚 然後再用油來高抹耶穌那個人 聖經裡面也是這麼說 都說的話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個場景裡面是說 他們就心理議論說 後面的話竟然講得一模一樣 就是說這個人接待 罪人又同他們吃飯 耶穌就用比喻 所以因此我們看到 這兩種對比的 情況裡面的兩種人 然後也出現了兩種的態度 一種是渴慕 一種是在旁邊 心裡面 私下裡面充滿了議論 對耶穌有很多的評判 然後耶穌就用比喻 比喻很奇妙 你們覺得如果今天我講到 我要用比喻 兄姐妹你們覺得 我是要讓大家聽得懂 還是讓大家聽不懂 贊成耶穌講道 是要讓大家聽得懂的請舉手 聽不懂的請舉手 好 雖然是少數 但是耶穌講道 常常讓人家聽不懂 但是他講道 是最簡單最簡單的 你發現 越簡單的越難懂 因為心裡面就覺得 哪有這麼簡單 還是佛法比較精深 要查很多人 還聽不懂在講什麼 這種道好像比較厲害 耶穌講的都是生活的取材 但是耶穌講完之後 常常讓人 仗惡金剛摸不著頭腦 聽得懂 聽得懂 但是不知道耶穌講這個是要幹什麼 宇宙光很喜歡講一段經文 就是耶穌在講撒種的比喻的時候 講到神的道就是那個種子 撒在不同的田地的裡面 有撒在石頭 有撒在路旁的 撒在石頭地上的 有撒在雜草荊棘蟲裡面的 然後最後只有撒在豪土裡面的 才會成長對不對 耶穌講完這個比喻的時候 大家聽得懂嗎 我們也好像懂了 但是也好像不懂耶穌要講這個幹什麼 難道是叫我們去種田嗎 難道是叫我們去買種子嗎 難道是要叫我們要做什麼呢 不知道耶 聽完了之後 門徒就盡聲地問 耶穌就講了 我為什麼要用比喻 他講了 因為我要在他們身上 正應驗了以賽亞的預言 他們聽了又聽 卻不明白 看了又看 卻看不清 因為這百姓的心裡 麻木耳朵發成眼睛閉著 免得眼睛看見耳朵聽見了 他們心裡明白回轉過來 他們就得到醫治 請問耶穌要醫治他們嗎 耶穌要醫治他們 但當這些人在心裡面 直接不相信耶穌這個人的時候 他們否定人就會帶來 否定了他的所有的說話 以至於他們就離這個救恩 越來越遠 所以他本來是叫那個真誠的人 他們渴慕聽見的人就明白 反而叫不信的人 因為自意自大 而離開了這個救恩 而遭到滅亡的結局 耶穌接下來的三個比喻 第一個是施羊的比喻 大家看一下這裡面有幾隻羊 好聰明 你數過嗎 你們是一眼就會辨識嗎 太強了喔 我畫得很辛苦耶 沒錯喔 十成十少了一隻 九十九隻 有一隻羊跑出去了 OK 這是關於百分之一的失落 百分之一 我不知道如果你的財產的百分之一不見了 你心裡著不著急 還是覺得 無所謂 我還有九十九分 但是耶穌講的這個比喻裡面 他這麼說的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隻羊 失去了一隻 不會把這九十九隻 撇在曠野去尋找那一隻 失去的羊直到找著呢 找著了 歡歡喜喜的扛在肩上 回到家裡 請朋友鄰舍對他們說 我的失去羊你找著了 你們跟我一同歡喜吧 聽得懂嗎 你們都聽得懂 其實我聽不太懂耶 為什麼我聽不太懂 你們中間誰有一百 耶穌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每一個人 都會這麼做的對不對 你們有一百隻羊 失去的 你們不會把這九十九隻 撇在曠野去尋找那 失去的羊直到找到 意思就是說 同胞們 我們裡面 你的財產只有一百隻羊 當你失去一隻的時候 你一定會去尋找 但是我心裡納悶了 我是主人 我下面有同工 十位同工好了 當我有一隻羊 不見了 請問誰會去尋找 請問是龍老師去尋找嗎 還是叫同工去尋找 龍老師你會自己去尋找 還是同工去尋找 我們一般的想像對不對 主人怎麼會去尋找呢 是誰去尋找 應該是叫工人去尋找對不對 仆人去尋找 但是這個故事裡面是 這個主人親自去尋找 去找那一隻失去的羊 很多的圖畫是把那個羊 都放在那個懸崖邊 快要掉到底下去了 我常常不知道那個羊 到底是在哪裡 但是很多的人充滿那個想像 那個羊離開了 他就會遭遇到一種險境 因為羊比較笨 不太會分辨 那個羊如果受到驚嚇的時候 還會產生痙攣 會只是四隻僵住 然後直接倒地 所以這就是羊 羊不堪一擊 那這個羊當它失去的時候 主人親自去尋找 尋找之後 就歡歡喜喜的 把它扛在肩上 做什麼 烤羊排 是我一定這麼幹 氣死我 這麼辛苦 都不是艾琳去找的 是我去找的 找回來 把我找了一個下午 回來 做了她 姐妹 平安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 我昨天有一百隻羊 我搞掉一隻 我昨天花了一整個下午 找到傍晚 終於找回來了 我太歡喜 太快樂了 今天中午這個健身做完 各位姐妹 等一下我們四點鐘 敬拜結束 五點鐘 我請大家去楷樂吃飯 好不好 好 我就知道 龍老師 就麻煩你了 今天艾宴賺到了 對不對 她其實沒有必要告訴任何人 她知道就好了 仆人知道就好了 但是她報告給所有的朋友 臨舍 對他們說我失去的早早了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快樂吧 記得前面有一個比喻 是講到有一個天國的演習 上帝要請大家吃飯 結果沒有人要來 現在這個天國演習 就擺在這裡了 然後耶穌做了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是打破 我想打破所有人的眼鏡 我告訴你們 一個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是要這樣為她歡喜 有一個天國的大演習 為了一個罪人的悔改 這麼這樣的歡喜 比那99個不用悔改的一人歡喜更大 你聽得懂嗎 其實我在想 當事人應該很難懂 非常難懂 因為 耶穌這個比喻就是說 其實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對所有人來說 這是理所不當然的 我幹嘛要去做這麼多的浪費呢 出去找找到又帶回家來 然後很要歡喜快樂 然後耶穌說你們 豈不都是這樣 連你們都看中自己的產業 何況這位天父 他的愛 他對那個生命 對他的分 他的那個財產 他看中這個價值 是物超所值的 是人可能衡量那隻羊 大概十萬塊吧 但是我今天請一頓吃飯 我花了二十萬 你們會覺得值得嗎 我們會覺得不值得 但是這個主人來說 他說在天上是值得的 天上是如此的看中 他願意宴請靈舍 和他一同歡喜快樂 因為那個歡喜快樂 超越了那隻羊的 從人的眼光所看的價值 這就是一個天上的言行 為著一個罪人的悔改 我看過一些的新聞 我覺得很特別 這隻貓在英國 貓帥不帥 帥 請問一下 如果這隻貓是你的貓 它搞丟了 你願意花多少錢把它數回來 出價一下 一萬 一萬 會不會太多 你們真是沒有感情 那隻貓跟你們生活這麼久了 你知道這隻貓 它請了一個英國非常有名的設計師 設計的那款一直改 一直改 改到最後它用這一隻 然後呢 它懸賞多少英鎊 兩千英鎊是多少錢 八萬 你願意花八萬 把你的愛貓巡回嗎 你大概覺得 把一隻貓還還花得來 但是這個主人他願意 請了罪 這個設計師都不知道花多少錢 但是他還要花兩千英鎊去把一隻貓輸回來 這在台灣 他沒有到八萬 他八千 把這隻長得也長得有點怪的貓 但是他把這個貓的形容 你就知道他多愛這隻貓 所有的細節還有名字 那個所有的細節 他全部描寫的那個特徵描寫得非常非常詳細 然後請找黃小姐 然後熏貓 這是台灣的 你知道嗎 之前有一隻狗搞丟了 全板橋為之轟動 因為新聞報導宣賞五萬 所有民眾加入行列尋找這一隻 也不怎麼樣的狗 但是主人愛那隻狗 他愛那隻狗 把那隻狗的 視為他生命中很重要的一個財產 它是一個mix犬 就是所謂的雜中犬 這是人間 第二個比喻是關於施錢的比喻 這個比較好算 就是十塊錢少了一塊錢 就是從百分之一的失去 到了十分之一的失去 根本還是百分之一 你覺得百分之一可能還好 到了十分之一 如果你的全部的財產的十分之一不見了 你會不會心痛呢 其實有一點感覺了 耶穌他的講道是很有趣的 他會進逼 進逼 一直讓你感受更加的強烈 這是關於一個十分之一的失落 是關於一個富人的十塊錢 你可能都覺得十塊錢 什麼東西啊 十塊錢 十個金棒 是這個富人唯一擁有的 那麼他失落的那一塊 他的描述是 他整夜就點著燈在那邊 細細的找尋 打掃屋子 一直直到找著 找著了 哎呀 感謝主 下個禮拜天 主日 傳愛之家 有一個女子出來做見證了 這次是愛里出來做見證 兄姐妹平安 你知道我昨天十塊錢 我搞掉了一塊錢 我昨天晚上整夜的尋找 我為了就是要禮拜天 跟大家來報告這個見證好消息 兄姐妹 我找到那一塊錢了 今天中午 我又要請大家去 來來大飯店吃飯 好嗎 好 艾琳就麻煩你了 這個禮拜跟下個禮拜的 大家餐都有了 是 這個富人整夜的尋找 找著了 他又去找了朋友 臨舍來說 你們和我一同歡喜快樂吧 耶穌再一次點名說 一個罪人的悔改 在上帝的使者面前 也是這樣的為他歡喜 這是我們心中的問號 因為我們很難明白 為什麼這個人 願意花這樣的價值 去尋找他呢 耶穌在這筆裡面 再一次的提醒 其實那個找著的喜樂 是淹沒了那個 你所能夠平斷的這個的價值 因為在富的眼中 一個罪人的悔改的那個價值 是超越性的 是值得上帝用一切的揮霍 來尋找的 這個無獨有我 4月2號 就在我們的大地震的前一天 這是新聞上發布的一個新聞 有一個女孩子 她的男朋友跟她求婚 求完婚之後 她的項鍊就掉了 可能會面臨休期的結果 所以她非常的緊張 所以馬上找了環保局 然後當時的 這是中和的里長 中和的里長 那些全部大出洞 全部到垃圾堆裡面 用挖土地 用跟她的方式去尋找了 結果怎麼樣呢 終於找到了 快不快樂 快樂 是一條很名貴的項鍊 無獨有耳 早上才找完 下午又來了 又另外一個婦人 同一天 4月2號 一天連續兩起 所以你就看到 這里長多開心 因為這是她的功勞 她又帥隊 帶著環保局 早上掉了一個項鍊 下午一個人掉了一個 十萬塊的戒指 所以那天她覺得 她的業績頗豐厚 4月2號一整天 從早上忙到傍晚 然後找到一條項鍊 跟找到一個戒指 然後她就很開心的 跟這個年輕女子 跟這個中年婦人 一起合影 她說 我們終於找到了 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這兩個都跟 愛情有關 是定情項鍊 一個是婚姻的戒指 非常的重要 只不過是人間 但是在天上 有一個罪人的悔改 在神的面前 使者也是要這樣子的 一同歡喜 當耶穌在講到 這兩個比喻的時候 我不知道在這群文士 和法利塞人 或者罪人和税吏當中 他們聽見了 是怎麼樣的回應 但耶穌在點出來 一件事情 一個罪人的悔改 一個罪人的悔改 在天上 是何等的歡喜 對於文士 法利塞人 這時候要敲擊 他們的心裡面 第一個是 他們是一個 自以為是最聖結的 是一個 不需要救贖的 但耶穌在提醒了 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所謂的良善 是有標準的 這良善的標準 是從神而來的時候 那麼沒有一個人 能夠達到神的標準 從聖經裡面來看 從旧約的歷史裡面 都告訴我們 一樣指出 沒有一人 連一個都沒有 是沒有人明白 沒有人真正的尋找上帝 每一個人都是偏離正道 是毫無價值的 沒有人行善 如果從上帝的標準來看 是沒有人行善 沒有一個人能夠達到 上帝的標準 我常常去參加一些的喪禮 因為以前在教會裡面 有些人是不信主的 所以參加他們的喪禮 就覺得有些 我充滿了問號 為什麼呢 因為在那喪禮的時候 他們就說 這個人一生幹盡了好事 他去了西方极樂世界 來 我們請道士來念一下 道士就說 如果沒有念這些 沒有做法的話 他去不了西方极樂世界 他不是去了西方极樂世界嗎 但是道士說 你沒有做法的話 他去不了西方极樂世界 道士念完了 誰來了 和尚來了 再來是佛教儀式 和尚說 如果沒有我們和尚的念經的話 他去不了西方极樂世界 所以兩個必須都要相加 都做完了 後來被有更大的疑惑 那天我那個朋友才告訴我 他說 我現在心裡面充滿了問號 他說為什麼 因為擺到家裡面說要擺神主牌 他說你的兒女 很多的食客裡面 你必須要拿碗 要擺食物給他們吃 因為你要念他的名字 他會從陰間回來吃飯 如果他沒有回來吃飯 他會怨死你 會一直在你們家騷擾你 他說 那不是去西方极樂世界了嗎 對 還要把他叫回來 不然他沒有吃飯 會餓早 他說 那到底在哪裡 到底在哪裡 在哪裡 然後他爸爸就說 別說問了 照做就對了 所以我那朋友就說 他心裡面充滿了問號 他說 我的疑惑就是 那我的那個 那個祖宗到底去了哪裡 為什麼 每個人都說他去了 然後每個人都說他要回來 然後每個人都說他去了 然後每個人都說他還在陰間 每個人都說他去了 西方极樂世界享福了 但是每個人最後答案都說 你沒有供養他 你沒有給他吃飯 你沒有做這些事情 他會成為冤鬼 在你們家裡面會遭受災難 這是他心裡面很多很多的問號 其實如果我們真的認識神 真的知道有個標準的話 是沒有人達得到的 有一天我跟一個人吃飯 一個牧者跟一群人吃飯 那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是說 我剛信主 因為我之前在做密宗 跟做了很多很多宗教 然後這些的宗教都太累了 太麻煩了 後來感謝上帝 有人帶我進了教會 我就信了耶穌 信耶穌最輕鬆了 他說就是只要禮拜天來聚會 然後有時候來也不用請假 也不用做法 也不用花錢 要奉獻 不用奉獻也沒有關係 信耶穌真好 我旁邊那個牧師就說 姐妹啊 你信錯了 他說我們基督教信仰不是這樣子的 那個姐妹就說 哎呀不是我跟你們講 那個基督教就是要做好行善 行善喔 就是要做好事 就是這樣子 然後說姐妹你實在是錯了徹底了 然後他就給了一個答案 他說基督教信仰要用這十個字來形容 我們來唸一下好嗎 好人下地獄 罪人下地獄 你同意嗎 你很難同意對不對 所以基督教應該都是好人上天堂 罪人下地獄 又打破你的腦袋了 對我們一聽之後 他在說什麼 他說的意思就是 很多人都自以為我行善就可以達到好的標準 因此他覺得 我一直行善一直行善就可以上天堂 我根本不需要任何的救恩 他說你錯了 他說基督教信仰裡面是告訴我們 只有在上帝面前承認自己是罪人的 說我需要救恩的人 他才能夠上天堂 好人下地獄 罪人上天堂 因為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告訴你 好人上天堂 罪人下地獄 他說只有基督教信仰不一樣 我們的契機在於 我們承認自己是罪人 我們需要救恩 我以前每個禮拜三都會去监狱裡面 我是做教會師 我去做教會師說都可以發現 所有的好人都在哪裡 都在监狱 因為监狱每個人都說 牧師我告訴你 我是冤枉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把我抓進來了 我也不過是做了什麼什麼什麼 如果沒有被看見 我就不會被抓進來 好 我被 重點是我被看見了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 所以他覺得大家都一樣 我只是有被看見而已 而最多的罪人在哪裡 在喘哀之家 在教會裡 因為我們深深的知道 我們是上帝用他的持神愛所 把我們從泥泥泥 從糞坑裡 把我們拯救出來 放在王子的位分上面 這是我們的信仰 所以當王講到這兩個故事裡面 他特別提到了一件事情 其實有一種快樂 叫做悔改歸正的快樂 這個快樂 當我們在這裡 我相信我們一定都領受了 耶穌講到的第三個比喻 有人說 這是人世間最棒最棒的一個故事 如果要描寫慈愛的話 沒有一個故事比這個更精彩的 這是連非基督徒這麼說的 這是一個最精彩的故事 逝而的比喻 就是關於從百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到二分之一 越來越緊迫了 越來越切重在你的生命裡面的 失落以及巡迴 這故事裡面其實我們都很熟悉 就講到有一個財主 有一個父戶 然後他有兩個孩子 兩個小兒子大逆不到 在生前就要了父親的遺產 然後離開了家庭 帶著這個產業去外面 結果自意揮霍而浪蕩 最後失去了所有的一切 又淤沼了當地的大饑荒 所以他被迫只好去 到了豬農的家裡面 然後還沒得吃 最後他就窮苦起來的時候 最慘的情況裡面 他還要跟豬搶著豬的食物吃 這個時候他突然有一個意念 對 我的家裡面 我的爸爸很有錢 但是我沒有臉回去 怎麼辦呢 我回去當個工人就好了 把我當個故宮就好了 所以他回去 他準備了一個很優美的台詞 就是父親啊 我得罪了你 又得罪了 我得罪天 又得罪你 所以從此以後 我不配作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一個故宮吧 這是他心裡面預備的台詞 不過當他回到父的家裡的時候 神經裡面描述 這段非常非常的動人 他說 鄉里還遠他父親看見 就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他的景象 連連與他親嘴 兄姐妹 你想一想 這個小兒子出去的時候 穿著是像我這麼帥氣 但是回來以後 我是穿著一條破的褲子 全身髒兮兮的 頭髮留得很長 不過我是沒有機會的 然後留著很大的鬍子 然後非常的骯髒 臉上都是泥土灰塵 因為你都跟豬混在一起 然後你相離還遠 這個父親在這裡看著 看到前方五百公尺處 大安生公園裡面 有一個男人走過來 非常的落魄 你是那個父親 請問你認得出 那是你的兒子嗎 你認得出來嗎 你們都是好的父親母親 我認不出來 我認不出來 因為我的兒子出去的時候 是像聶哥胖胖胖的 回來之後 他掉了八十公斤 只剩下四十公斤 然後走路一百一百的 然後非常的落魄 全身汙垢 可能那個頭髮 因為沧桑都白了 你認得出他 要是我我認不出 但是這個父親 他相離還遠 遠遠的看見 他竟然認得出來 那是他的兒子 我想這是要有極大的愛 才能夠認得出來 能夠辨識出 在這個人群的當中 有一個人是他的兒子 雖然他的形象外貌都變了 但是仍然是他 他動了磁心 用三個動詞 他跑 爆 輕 這三個動作都很難 我女兒有時候回來 全身汗臭 我女兒就在精華國中 每次回來 運動會 結果他喊說 爸爸爆 因為他每天說要爆四次才能得醫治 對 我不知道怎麼來的 他就說每天要爆爆爆四次 現在是國三大還是這樣 每天要爆爆爆四次 心裡才能夠得到安慰 所以他每天早上起來要爆一次 然後放學回來晚上 花睡前都要爆 他爆我的時候都說 好臭喔 但是這個師父 他跑著過去 抱著他的景象 你可以想像他的一身的髒臭 然後這時候要連連與他親嘴 他的台詞沒有說完對不對 我得罪天又得罪你 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後面就 就來不及說 那個親吻堵住了他後面說把我當做故宮吧 然後父親後面馬上就是把上好的袍子 穿上 戒指戴上鞋子 穿上 宰了肥牛肚 然後呢 要和全體員工一同歡喜快樂 哇 又來傳愛之家報告了 他又要請大家吃飯了 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 失而誘得的 他們就快樂起來 這古代的話 有一張是這個連續的話 描述了這整個的情境 而這個浪子回頭的核心 父親的接納 是在這整個畫面的正中心 這個連環圖畫 講述了他連續所發生的事情 當我們想像這個兒子 對以色列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自覺是一個聖結的族群 外邦人是什麼人 猶太人有一句諺語 上帝造外邦人是為著 在將來憤怒的烈火當中 拿來當材燒的 你覺得這句話可不可怕 可不怕不可怕 因為他們的眼中 看所有的外邦人就是火柴 將來我去泡溫泉 是外邦人下去烤的 然後給我們取暖的 這是他們對外邦人的解釋 因為他們認為只有我們是聖結的 是可以得救的 而所有的外邦人都不是 兄姐妹 我們就是外邦人 我們就是外邦人 如果我們這樣想像 用猶太人的眼光想像 我們就是那個被拿來當材燒的 耶穌在這個比喻裡面 把他講到 這個浪子從一個聖結的族群 他離開到了一個不潔的 外邦人族群的當中 所以這個兒子已經失去了 他的第一個身分 他在跟不潔淨的人在一起 第二個 在不潔的什麼 豬群中 你知道今天如果你去回家 特別能夠感受到 我去過土耳其的時候 拿到一張紙上面 畫一隻豬打一個大叉 說什麼呢 就在這裡不能吃豬肉 還有 這裡連豬這個字都不准講 因為豬是髒話 如果你今天罵人是豬的話 這是最不潔最不潔的一個用字 所以連這個字都不准提 我朋友跟我講 就趁我一下說 到了這裡 如果你要到 非回教民族的國家裡面 你要講那個肉要叫做大肉 不能叫豬肉 因為這個豬太髒了 你連這個字都不准提 所以對這群以色列來說 他在不潔的外邦人中 在不潔的豬群的當中 然後他的生活是在 他又吃了不潔的豬食 最後他的生活 又是在不潔罪惡死亡的當中 所以他的不潔已經到達了 是所有猶太人都不可能接受的一個情境 不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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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都不可能見到他的 而這個父親看見他回來的時候 這裡面是父親的角色 他動了慈心 就過去跑 抱 親 恢復他所有的應有的尊嚴價值地位之外 後面有一隻牛 他比較倒楣 那天本來是出來種田的 就一個小兒子回來 他看到他那個 那個主人的兒子回來的時候 他就開始發抖 為什麼 因為他被獻祭了 那是 當所有人都認為是該死沒救的時候 其實罪是需要挽回祭的 是必須付出代價的 而這一隻牛在這個故事的裡面 他成為一個浪子回頭之後的一個贖罪祭 他要必須被獻上 因為罪是必須要付上生命代價的 而用這隻牛作為替代了 我們看見這一切的恢復 這個父親恢復了他的應有的尊嚴價值地位 所有的尊榮 而最後前面的兩個故事是 施而復得 只有這個故事裡面 特別強調了另外四個字 叫做死而復活 他也表達了一件事情 耶穌來做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他要使人經歷死而復活 不單是施而又得 而且在永恆的裡面 我們還會經歷死而復活的快樂 這裡面故事結尾在這個大兒子 這個大兒子從聽見了這個作樂跳舞的聲音 在外面聽見了 然後他說什麼事情 問了一個仆人 這仆人說 你兄弟來了 你兄弟來了 你父親因為得他什麼 無災無病的回來 請問你是哥哥你生不生氣 但是我也是很生氣 如果他回來斷一隻手 上帝你是公義的 我回來算了 因為他回來變殘障 我父親的連續我可以接受了 但是他是無災無病的回來 心裡面已經有第一把怒火點燃了 第二把怒火 他無災無病之後 進來還為他載了一隻牛 那天他極端的生氣 而父親必須回到他的 走到他的面前來勸他 這一段的結尾說 我服侍你這麼多年 從來沒有違背過 從來沒有違背 法利塞的和文詩也是 我從來沒有違背過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違背過 他已經表達了 這跟我一個無關的人 現在我不承認 跟他有任何的關聯 是你的兒子 不是我的兄弟 而倉敬吞進他所有的一切 你還為他做了這一些事情 父親對他說 兒啊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誰的 其實當小兒子分了這個財產之後 也表達了 遺財已經正式的分割了 大兒子其實這個時候 已經是家裡面的正式的主人 他擁有了他應得的三分之二的產業 因為他是長子 他說都是你的 而你這個兄弟 父親告訴他說 他是你的兄弟 你不要忘記他 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們禮當歡喜快樂 禮當嗎 這在大兒子裡面 心裡面非常的生氣 因為父親說 這是理所當然的 今天你作為一個主人 你應該要歡迎你這個弟弟 回到這個家中 因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對人家來說 是很難體會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 嚴守規矩自一的長子 當他擁有一切的時候 但是他卻不知道他擁有了這一切 所以他在這邊 父親不斷的提醒他這一件事情 你現在是主人 他是你的兄弟 他是死而復活 失而又得的 我們禮當歡喜快樂 這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他無法體會他父親的心 以至於他成為在家裡面的 失落的浪子 前陣子我在電視節目上面看到一個電影播出 我在想什麼是父親的心 我大概能夠從這裡面能夠更深的體會 他一樣是講到一個韓戰的當時 聯合國因為北韓超越了38度線 打到了南韓首爾 所以聯合國大軍就幫助南韓要打回去 就在打回去的當中 一路打回到平朗的時候 在一個戰亂的當中 有一個小女孩從屍體堆當中爬了出來 一個土耳其的軍官 叫做蘇拉曼 他看見了這個小女孩 就把這小女孩收養了 當做自己的女兒 給她取了名字 因為這小女孩在驚嚇的當中 完全說不出話來 無法表達 然後他就給她取名叫Ella 在土耳其的話 他的意思就是 月亮暗暗發光的這個小女孩 在1950年到了 他是1951年進駐到這個地方 到了1953年戰爭結束 所以他們軍隊就必須回去 其實這個軍官在這兩年當中 因為軍隊要調動 要讓他回去 他一直不願意回去 因為他一直覺得 我有一個女兒 我要照顧他 所以他最後放棄了他的婚約 他的未婚妻就嫁給了別人 他失去了 為了這個小女孩 留在這個軍營當中 到了1953年韓戰結束 必須撤軍了 他們兩個無法分離 他把這個小女孩 因為軍隊說 韓國人就必須留在韓國 不能帶走 所以他就只好把這個小女孩 給當地的一個孤兒院 然後這個小女孩 就在這個當中很不適應 但是只要聽到唱土耳其國歌 他就會大聲地唱 在那一次最後要分離的時候 這個小女孩衝去找他的父親 結果他沒有辦法跟他父親分離 這父親就做了一個決定 在他回去的那個軍艦上面 他買了一個最大的行李箱 把這個Ella就藏在行李箱裡面 要登船 一路過關 過關成這樣 完全都沒有檢查 要在登船的最後一刻 古爾悦德老師跑到這個船邊 就說Ella不見了 是不是這個軍官的行李箱裡面 把他帶走 結果一經檢查 那個Ella就真的 就躺在那個行李箱的裡面 所以他們就被迫分離 在那個分離的時刻 怎麼辦呢 這是電影裡面的描述 這是一個真實的事件 當這個小女孩要分離的時候 他淚眼汪汪 這父親就也在那邊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這父親最後就對這個小女孩說 我們一起來念這句話好嗎 不要哭 爸爸一定會回來找你 感心一點吧 不要哭 爸爸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他連續對他的這個小女孩說 不要哭 爸爸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爸爸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這小女孩聽見了這句話 他就相信他的爸爸是絕對不會說謊的 所以他就情出了眼淚在那分離的船上 父親走了 回到了土耳其 這父親在整個韓戰之後 結束過了一段時間 他一直想辦法想要回到韓國 但是因為他是軍人的身份 所以軍隊不讓他回來 然後他也一直不斷地打聽 韓國這個小女孩 Ella的狀況 但是始終沒有消息 Ella也在這個成長 在會員成長當中 也一直在打聽父親的消息 但是這樣子一分隔 整整一夾子 這一夾子的期間 這父親沒有停止找過這個Ella 這個Ella也在最初的時間 也不斷地尋找父親 但是找不到 一直到了韓戰六十週年 當時有個記者 他們就聽到了說 當年韓戰發生了這個故事 他們就說我們要來幫忙 這個土耳其軍官 所以這個團隊就到了土耳其 找到了這個軍官蘇拉曼 然後挖掘這個故事 給他當時的照片 他們就說 那我們來幫你找這個小女孩 結果一找 找了將近兩年的時間 一直找不到 因為古尾院 後來一場大火沒有了 所有的資料都散失了 完全找不到 然後終於後來找到了一個 當年的孤兒說 他記得有一個小女孩 在那個古尾院 每次唱土耳其國歌的時候 就會唱得特別大聲 然後說他有一個韓國名字 叫金恩子 韓國電台就在全南韓 尋找叫做金恩子的人 所以每一個叫金恩子的 都去查都去查 後來查到最後 終於找到了這個女子 他一看到照片就說 那就是我 他說我找了我爸爸很多年 他說我沒有想到 我的爸爸竟然也在找我 這是他們以前的照片 當他拿了這樣照片的時候 他說 爸爸終於可以是 不只在夢裡出現的人 我找了他十幾年 他還沒想到 他還沒想到 我的爸爸也在找我 所以記者後來在那一年 安排了 2001年 他們在南韓首爾相見 他們相見 之後到了2017年 蘇勒滿就在他的病床上 就安然過世 安然過世的時候 他得到最大的安慰 為什麼 因為金恩子他們一家 飛去了土耳其 握著這個當年的養父的手 然後送了他最後的一程 什麼是父親的心 這父親的心就是 我一定會回來找你的 而這個小女孩 他也深信這一句話 因此他們能夠重逢 聖經裡面耶穌常常做這個提醒 有一次耶穌走到一棵桑樹下 因為有一個瑞利 沙蓋 他聽見耶穌要來 他就爬到一棵桑樹上面 爬到上面要看看耶穌究竟是誰 因為他從前只有耳聞 他今天想 耶穌要來這個城市了 他終於可以遠遠的看他一面 然而那天耶穌似乎是 特地為他來的 耶穌刻意的 遠遠的看見沙蓋 就走到的這棵桑樹下 對沙蓋說 沙蓋快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這是後面的一段話 因為今天救恩到了這家 因為他也是什麼 也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所有的人都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他即便是瑞利 他仍然是亞伯拉罕的子孫 是神所愛的 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 失喪的人 基督徒裡面有最大的快樂 就是賺人靈魂的快樂 當我們這故事停在這裡的時候 其實耶穌也把自己放在這個角色的裡面 因為每個故事裡面都在尋找 找回跟禮當歡慶 但是你會發現 在浪子回頭的故事裡面 缺少了一環 有沒有人出去尋找 沒有 誰應該出去尋找 今天擁有這個財產的主人是誰呢 哥哥 所以 當這個兒子不能體會父親心意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成為一個真正的大兒子 當應當歡喜快樂的時候 兒子卻沒有知道自己的身份 因此他在那裡沒有辦法享受這個快樂 這裡面最應該出去尋找的 就是這個長子 而耶穌表明了 我是從天上而來的長子 我來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他來尋找拯救失喪的人 但是你覺得自己是故事裡面的哪一個角色呢 以前我們每次聽到這故事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反應就說 感謝上帝 我是這個 我就是小兒子 我是浪子回頭的那個 我今天終於回到神的面前 在神的家中我歡喜快樂 可能我們信主信久了之後 我們就會不知不覺的挑到第二個 在這邊是充滿了埋怨 覺得這個禮拜程序教得不好 覺得這個李棟良牧師今天請他來幹嘛 我講到筆記都不會做 他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長得又這麼奇怪 可能我們心裡面充滿了很多的埋怨 可能覺得這個董老師你代我不公 可能我們會有很多的 為什麼都是對那個新人比較好 對我都比較忽略 我在這邊服侍了很久了 我應該得到什麼什麼 我們裡面就不知不覺了 成為一個怨讀的小兒子 而沒有看見 體會到父親的心意 或者我們更深的體會 我們信仰成熟了 我們會更深的知道 原來我們蒙照最終是要成為 那個慈愛接納的父親 帶來赦免 帶來醫治 帶來安慰 帶來拯救 但是我常常在想 有時候我們會成為這個故事裡面的另外一種人 叫做事不關己的旁觀者 每天聽到這些新聞的時候就說 感謝主 還好不是我 感謝主地震死的人 還好我住台北 沒事 發生了這些事情 還好打仗的不在我們台灣 我們可能常常把很多的事情 只是當做了一個奇聞 而他跟我沒有關係 但是上帝卻要我們打開我們的眼睛 看見這個世界上面 天父的心意是什麼 而我們是放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故事結尾 你經歷了這三種快樂嗎 與神同樂 悔改歸正 跟賺人靈魂的快樂 宇宙光在這裡 進入第五十一年 我們每一天都有成根 我們享受與神同樂 我們在這裡 我們雜誌的文字的工作 我們所有的工作都在做 希望令人歸正 享受這樣的喜樂 但是我們裡面一個 正深的負擔 就是恩待我們 我們能夠一起 在這裡 如同宇宙光的家訓說 凡我所行的 都是為福音的緣故 我要與人同得 這福音的好處 我想那個同德 是我們最大的喜樂 求主恩待傳愛之家 讓我們在傳愛的時候 更深的知道 我們傳的不是人間的愛 我們傳的是屬天的愛 我們一同進入這屬天的快樂 我們一同禱告 天父 讚美你 求主你做成這奇妙的工作 讓我們深深的體會天父的心意 讓我們知道你的快樂 知道你的心意 並且掀起我們 讓我們成為賺人靈魂的一群 享受與神同樂的一群 享受每一個生命在你面前 悔改歸正的喜樂 我們謝謝你 給我們超越的喜樂 是因為我們知道你的喜樂是什麼 也謝謝主 把這喜樂充滿在傳愛之家的當中 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